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震撼 我之前没有看过类似的表演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 整个演出我就觉得太美轮美奂了 我那个画面现在依然还在我的头脑当中不断地回放 看了这个节目非常震撼 因为我感觉就是你们很不容易 你们把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能够聚合在一块 特别不容易 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我特别知道那个神对人的这种爱 这种大爱 是完全因为是他的爱所以来拯救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非常的miserable 就是所以我就感觉到了内心的那种力量 非常感谢神韵把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给出来 觉得可以说是一种真理吧 因为我们人人都不可能逃过轮回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持守自己的正念 不要出卖自己的良心 一旦出卖了所有的代价 你必须要偿付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神都把使命刻在我们的生命里 只是神韵这些演员 他们每一个服务的人 还有他们的这些义工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在哪里 第一就是我觉得有中国人的这种自豪 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 这么好的艺术 我觉得很自豪 第二我要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让他们一起来感受这种喜悦 我们就是要做有信仰的人 然后有追求的人 不能像那个啥国内的一些某些组织一样 每天只是被民意所困 去统治 残暴的统治人民 像那种做法 它是永远得不到那种快乐和幸福的 我希望就借着神韵 借着我们每一个人 普普通通的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真的做事情 认真的做人 就可以把这种正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非常推荐 如果那个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明年你们再来寻演的时候 我还会来看 神韵 旧金山 圣河西 伯克利 大陆中国人优惠30% 华人优惠专线 888 874 693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